我们生活单独,我们死单独 全部都是一个妄想 你一直在晚上留着我 我们都死单独 所以为什么我必须活着我的生命 工作,泪,努力 为一个妄想 我有更好的东西 我还有更好的东西 《光严而三世》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偶然在橱柜里发现了高三十的课本 略微泛黄的纸张里 除了那些浸润者心情的笔记和作业 还有一些有趣的涂鸦和随笔画 回想起那段充实的日子 其实也蕴含着许多复杂的情绪 和对未来的彷徨 那时的自己 以为只要能撑过这段无聊的日子 就可以告别繁重的作业 后来才发现 其实现实生活里 才处处是待解的谜题 而我们人生的笔触 又是否能描绘出内心的画面 解决生活的功课呢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电影 家庭作业 我们生活的地方 早已不知埋葬着多少人的一生 没有人能摆脱最终告别世界的命运 快高中毕业的乔治 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人就是孤独地来 再孤独地去 其他附着在生活里的一切 都好像是幻影 生活里的种种 在迷茫的乔治看来 大多是徒劳而已 人的时间非常有限 需要去找到有意义的事来做 所以比起枯燥乏味的作业 为什么不在宝贵的课堂时间里 创作一些独一无二的东西呢 至少乔治真的这么想 在课堂上专心涂鸦的他 又没能向老师交出作业 面对老师疑惑的眼神 乔治只能表示 自己一直深陷在关于死亡的念头里 想不出自己做作业有什么意义 老师也表示了理解 并邀请了他去校长室 探讨作业的意义 校长可不仅仅是要跟乔治 探讨作业的意义 不论是从乔治临近毕业季以来 糟糕的课堂表现 还是这个男孩身上散发的香烟味 校长都对乔治的未来 表示了深深的担忧 别说考大学了 乔治现在顺利从高中毕业都很困难 但乔治也只能表示 自己会尽力克服身上的问题 并且他还表示自己并没有吸烟 乔治确实没有撒谎 他之所以身上有烟味 是因为他最近一直在留意 那个天台上抽烟的女生 每当有老师注意到异样 他都会在一旁临时抽出香烟 为女生顶醉 学校对待抽烟的学生 是直接留校查看 但为了女孩临走时的那一抹微笑 乔治也觉得一切都值了 回到家后的乔治 恢复了往常的消沉 得知孩子被处分的母亲 过来探寻乔治的情况 但不论是好学习还是好工作 比起最后死亡的终结 都显得那么没意义 其连被师长咨询的乔治身心俱疲 只想先看半个小时的电视放松自己 他向母亲保证 在自己恢复后会去做作业的 但是做作业真的很困难 不是乔治没有能力做 而是他一直在纠结 为了什么和依托什么 就像美术课堂上的素描作业一样 乔治具有画画的才能 但是他应该画得什么呢 他每天都在深刻地洞察着世界 却没有任何自己想要表达的事物 乔治表达的困难 在面对心动的女生时同样存在 即便那个天台抽烟的女孩叫住了她 她也还是飞速地走着 乔治其实早就知道 女孩名叫沙莉 她轻描淡写地解释着 自己那次在天台搭救对方的行为 乔治眼里的沙莉特立独行 沙莉眼里的乔治也是奇怪无比 随着两人间的交谈 乔治也在不知不觉中慢下了脚步 最后直接停下 原来是他们到了沙莉的家楼下 沙莉的母亲风流不渐当年 刚刚告别情人的他 为新来的两人分找着酒杯 他似乎对女儿的新朋友相当满意 并且打趣说 乔治其实是个很亢奋的小伙子 此次的会面 无疑增进了沙莉与乔治二人彼此的了解 直到分别时 两人的眼神依旧难解难分 只是他们都该安心在家做作业了 令乔治没料到的是 他的做作业之路并不顺利 回到家后的他怎么也打不着灯 走近一看 才发现母亲和继父二人 正点着蜡烛吃晚餐 如果不是因为真的停电 这样的场景似乎还有些许浪漫 父母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 停电是因为电费忘记交了 继父还特意提到 如果乔治的作业需要开着电脑 那么去星巴克和图书馆也不是不行 走出漆黑的家中 乔治望着夜晚光彩夺目的城市 内心百感交集 可能只有在用笔尖表达自我的时候 乔治才能真正地放空自己 一旁的沙利也很欣赏他尽情创作的样子 不过这一次有点不可思议 虽然乔治根本不知道 现在讲的是哪一段哪本书 但平时就喜欢阅读 喜欢思考的他 还是讲出了自己的见解 沙利被这个奇怪而又深圳的男生吸引了 午饭时的他将形单影子的乔治喊了过来 并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了他认识 恰巧一帮的男生正是乔治的数学课同学威廉 威廉一见查理就吐槽起从来没交过作业的乔治 并且提出自己想看看乔治平时都在画些什么 在监视到乔治卓绝的构思和画技后 威廉当即邀请了乔治参加跨年夜的俱乐部派对 乔治可以为派对画出很多东西 这样的绘画机会在他眼里 可比数学作业有意义多了 但为了防备父母不时的检查 乔治还是需要拿着三角函数的席皮当掩护 他构思的画面里主角破壁而出 破除了所有的阻碍 同学们都对乔治的天赋感到欣喜 尤其是沙利 沙利更乐意和这个有意思的人待在一起了 两人甚至还一起讨起了课 看电影吃饭当然是不足为奇的事情 但令人意外的是 乔治在大街上还发现了自己本该在上班的父亲 姬夫没有像自己声称的那样去增加会议 而是随意找了一家商店 愁眉苦脸地处理着手头的麻烦事 有麻烦事的当然不仅仅是姬夫 回到学校的乔治一样被校长打了个正招 校长直接抬出了乔治涉嫌抽烟的处分问题 表示乔治现在要么答应出任学校职场交流会的引导员 要么就真的接受停课 无奈的乔治在交流会上 结识了已经毕业成为画家的学长达斯汀 和乔治同一个美术老师的他 因为个人画展的成功已经小有名气了 放浪行害的他与严肃的职场话题格格不入 交流会上无人像颇具艺术家气质的他提问 但乔治是一个例外 他被达斯汀那股独特的气质吸引 便应达斯汀之约前往了他的美术工作室 如果有一个这么有意思的地方可以去 乔治一定会烧上他的新朋友沙利 沙利果然对达斯汀满屋的画作很感兴趣 达斯汀也有些被眼前青春活泼的沙利吸引了 在这位画家对乔治随手画出的那些涂鸦 表示肯定后 沙利变成了话题的中心 达斯汀向乔治挑明了他对沙利良好的印象 在得知乔治和沙利尚且只是朋友的时候 他表示自己支持乔治与沙利的进一步发展 并提到自己不会去插上一脚 乔治面对达斯汀对自己人际关系的一番剖析 有些不知所措了起来 从画展返回的路上 沙利谈起了自己对于达斯汀和其作品良好的印象 但此时的乔治还沉溺在刚刚和达斯汀的对话中 一向对身边事物默不关心的他 此刻也因为自己喜欢的女生粗意大发 开始贬低起达斯汀的创作来 当沙利好奇起达斯汀有没有提起过自己时 乔治也是紧张兮兮地否认 二人一度陷入了沉默中 时间的脚步缓缓而来 不因人的喜怒哀乐而变化 转眼间 威廉家的跨年夜派对就快来了 期待着再次和沙利见面的乔治 连和父母吃饭时都注意着手机的消息 新年快要到了 但乔治依然带着许多过去的包袱向前走着 他望着书本里的画家名作 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办出画展吸引沙利的目光 但对现实世界麻木的他 回头一看才发现自己的画作都是一片空白 乔治描绘不出自己内心的画面 幻想破灭之后 有的只是现实家庭里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 父母也在为生活的考验而挣扎着 继父和母亲都对乔治有不同程度的隐瞒 乔治身边的一切此时都像极了那些解不开的谜团 只有沙利是乔治最亮眼的色彩 终于接到消息与同学们会合的乔治 被精心打扮过的沙利深深的惊艳了 相较之下 专着保守的乔治与众人有些格格不入 美丽的沙利也吸引到了其他男生的目光 不安的乔治似乎面临着重重阻碍 威廉正式递来了此次派对的行铁 背面正是乔治汇出来的那副涂鸦 此时的他多希望自己也能像画中的情节一样 一拳打开所有的障碍 盛大的派对终于开始了 不安的灯光 激情的音乐 年轻的男女们在舞池中贴身舞动 从没参加过这类活动的乔治无所失踪 虽然沙利保证自己会一直带着他 但每一会儿追求者云集的沙利还是跟别人跳起了舞 只留下乔治一人在派对现场了一些 音乐的喧闹 交错的酒杯 视线逐渐模糊的乔治慢慢寻不见沙利的踪影 逃出室外的他值得伴随着跨年倒计时 在街边吐了起来 酒精的催化下 乔治一个人倒在了马路边 但最终把乔治摊回家去的依旧是沙利 乔治此时的注意并不比酒精淡多少 但沙利很直接地表示 自己对那些舞伴并没有什么感觉 两人说着说着都笑了起来 沙利为乔治理出了额外的床铺 两人一高一低都休息了起来 睡眼惺忠间 沙利曼妙的身姿浮现在了乔治的眼前 护送着这位彷徨不绝的男孩进入了梦乡 半夜突然醒来的乔治呆呆地望着床上的沙利 再度睡去后的乔治在清晨苏醒 却发现沙利也在望着自己发笑 原来是早晨的自己有了生理反应 大惊失色的乔治为了遮掩直接滚下了床边 这一摔似乎也让乔治对世界的感知更为清醒 从沙利家离开的他 远远望见了在街边无所事事的肌腹 乔治前去父亲原本的工作地点查看 原来父亲的办公室已被下达了驱逐令 他也察觉到了沙利 对他其实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表现 再次和达斯汀一起看话的乔治 眼下已是孤身一人 但达斯听除了为乔治讲解话作背后的孕意之外 还和乔治强调 虽然沙利和你依旧不温不活 但你也可以主动出击 须着去捅破那层窗户纸 而沙利似乎不用摔那一跤也很清醒 面对酒精情长的母亲对乔治的肯定 沙利还是坚持自我的想法 他目前只想和乔治做朋友 但不论如何 在情人节的夜晚 一起相约晚餐的朋友确实少见 乔治和沙利正是这样的朋友 这一晚 两个人披着单身的外衣 继续加深着了解 乔治直言 曾经的自己也是无忧无虑 但承接太多烦恼后的他 却变成了现在这种消耻的样子 沙利听罢默默附和 只是抱怨自己已经单身太久 这时的沙利突然问起乔治 你有没有和女生亲热过 或者说 你想不想和我亲热 接连而至的发问 让乔治陷入了木然 半时尴尬半时羞愤的他 说不出话 他讲不出自己对沙利的感受 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沙利的问题 为了园长的沙利 干脆自己将话题收尾 表示那样的情景 也只有尴尬罢了 他和乔治会成为最好的朋友 就一直做着好朋友吧 还没能像达斯汀建议的那样 主动出击 就在情人节的夜晚 被心爱的女孩 发了蓝颜知己的角色卡 此时的乔治心态崩溃 只想一个人静静 当沙利问他下次何时再见 乔治只是回答 我不知道 自知与爱情失之交臂的 乔治躲在床上 循环播放着失恋的乐曲 默默品味着这份痛苦 不管是沙利和别人的电话 都一律不接 举止怪异的他惊动了父母 但他还是继续封闭着自己 回到学校的他 恢复了往日形单影子的状态 不再和昔日的朋友们坐在一起 原本就落下的作业 也是越挤越多 在忧伤的旋律中 乔治和沙利变得形同陌路 倒是达斯汀再次遇见了沙利 夜晚在酒吧约见的二人 都对乔治的表现感到忧虑 酒吧里没有悲伤的旋律 只有轻快的舞曲 沙利还是明确地表示 他和乔治只是朋友 并且邀请达斯汀和他一起跳舞 达斯汀想起了自己和乔治讲过的话 内心十分矛盾 但望着眼前青春美丽的女孩 最终还是动摇了 乔治的忧伤倒是丝毫未曾改变 这些天来的他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状态 但毕业的日子已经快到了 面对收作业的老师 乔治的乔治 想要下个星期再交出论文 可老师向他表示 最终的期末平定就要开始 下周已经不行了 不仅是这一篇论文 从美术到数学 乔治各个科目都有大量的作业未完成 校长干脆召集了乔治 和他的老师们开启了小会 来审议乔治的毕业问题 事实上现在的乔治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退学 要么在剩下的一个月内 把这一年落下的作业补完 并且相关的情况 已经告知了乔治的父母 回到家中的乔治 果不其然地看见了失望的父母 母亲甚至还为孩子这一般的情况 产生了自责 其负责是认为 现在的情况是乔治一手造成的 乔治还是告诉母亲 自己没有办法做那些作业 但在他自己看来 至少他和继父相比 还是说了实话 继父对这样阴阳怪际的发言感到不满 乔治干脆将他见到的情形 一股脑说了出来 甚至形容继父像个流浪汉 父亲听完这番表述 直接愤怒到失控 甚至对自己的儿子动起了租 飞丧之间 乔治意外地将父亲击伤 惊慌失措的他拔腿就跑 家庭学校都变成了是非之地 任何事都显得没有意义 此刻在他的心里就只有莎莉 他好像终于恢复了对这个世界的知觉 也终于记起了达斯汀的话 他静止跑到了莎莉的家 听见敲门声出来的莎莉 随手又将门关上 他紧张地望着乔治 乔治一句话也没说 冲上去拥吻起了莎莉 但令他意外的是 莎莉比他想象的更为抗拒 乔治迷惑不解 莎莉干脆推开了家门 屋里坐着的除了女主人以外 正是学长达斯汀 明白过来的乔治 好像遭遇了晴天霹雳 眼泪夺光而出的他 只想离开这个地方 赶忙跑出来解释的达斯汀 说什么也没用 毕竟他自己曾经表过态 不会查足沙里和乔治之间 两人的交情最终还是画上了句号 心如此灰的乔治 现在只有自己的母亲了 昨晚的母亲通宵守在病房里 陪护着继父 尽管此时冷静下来的乔治 已经为自己昨晚的行为感到抱歉 母亲还是告诉孩子 她也决定要离婚 虽然继父内心深处 确实爱着这对母子 但无论如何 也不能原谅她暴力的行为 并且家里其实从一年前开始 经济状况就恶化了 继父也总是在做各种的隐瞒 实在没有继续当一家人的必要了 但母亲要说的还不止于此 其实就算离婚 她也依旧面临着资不抵债的窘境 家里需要卖套房子才行 小智听罢 搂住了无助的母亲 她确实对这个世界有知觉了 她也有着自己在乎的事情和人 这一天她又来到了校长办公室 告诉了校长自己的选择 我不会退学 我会把那些作业都补完 美术老师知道乔治的绘画才能 她免去了乔治遗漏的那些 繁琐的基本练习 只要求乔治 交出一副用心的作品 但是这部作品 必须要充分地展现出 乔治的心之所想 如果画不到这样的程度 一样毕不了夜 抱着一大捆作业回家的乔治 终于又和沙里说上了话 他告诉沙里 自己不能接受他和达斯汀在一起的现实 他们无法再做会朋友了 乔治也已经从那种虚无的状态走了出来 他再也不用纠结任何与死亡有关的事物 也不用再对自己的感情胡思乱想 母亲招来着看房的客人们 乔治就在一旁专心地补制作业 他有了自己在乎的母亲 他也有了自己在乎的前途 他一定要顺利毕业 终于 母亲成功地将房子卖出 乔治不仅在毕业前补完了所有遗漏的作业 还确定了自己未来从事艺术工作的发展方向 在他内服用尽各种心思表达生命的美术作品里 各种色彩描画出来的依旧是沙利那美丽的面容 也许是沙利天生也对艺术气息敏感 他也依旧惦念着乔治 看见沙利发来的短信 乔治最终还是和他心爱的女孩见面了 原来沙利将要离开 他的母亲已经结识了一位新未婚夫 即将举家搬往德克萨斯 沙利自己也准备和达斯汀开始一场远游 明天就将乘飞机前往欧洲 此时的乔治已经能够平静地听沙利讲述完这一切 既然过去的种种都无法弥补 未来也还是琢磨不定 那就把握好现在这一刻吧 乔治鼓足了勇气 告诉沙利 我其实一直都很爱你 从始至终 曾经的我倍感虚无 是你的到来改变了我 我应该早点听你的 将自己的感受说出来 周对面的沙利听完 忍不住感动落泪 这一晚的沙利没有再拒绝乔治的拥吻 二人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 沙利对乔治直言 你我终有一天会在一起 但眼下我们都还有各自的事要去做 乔治留有不甘 请求沙利留下 沙利只是说 有缘自会重逢 毕业典礼终于到了 乔治如约在典礼前交出了自己的作业 美术老师更是给予了乔治的话极高的评价 典礼上的同学们一个个走过 乔治和此时身在机场的沙利一样 都在静静地等待着什么 终于喊到了乔治的名字 母亲和好友们都深深地为他骄傲 校长将毕业证书递给他时 更是直言 一切皆有可能 正式毕业的乔治回到了美术教室 望着他生命里最想表达的那个人 沙利被乔治赋予了多重的色彩 栩栩如生 但终究还是停留在画纸上 若有所思的乔治望向窗外 一转眼却发现 本该已经飞走的沙利就站在门口 沙利看着乔治笔下的自己 缓缓地绕出了一个圆 就像这二人迂回婉转的经历一样 亲爱的女孩最终还是来到了乔治的面前 沙利将乔治的手牵了过来 所以未来会怎么样 你打算要留下了吗 乔治望着沙利问 沙利望着乔治笑了起来 学着上次情人节夜晚里 那个忧郁的男孩 韦达说 我不知道 全片完 家庭作业是于2011年 在英国和加拿大上映的一部爱情片 上映当年便入选了圣丹尼斯电影节 本片虽然表面上 逼着青春期和爱情的外衣 但不管是开头 英语的氛围表现 还是颇具文艺范的角色塑造 我们都能感受出来 这部电影想要讲述的主题 远不止是爱情这么简单 主人公乔治从年幼时 便思考起了人生的本质 仍旧像这座星球上的匆匆过客 不论人生的色彩怎样的斑斓 描绘出了多么规律的图景 到最后还是归于尘土 既然如此 似乎生活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虚无 命运也显得毫无意义 但直到遇见了自己心爱的沙利之后 直到遭遇了重大的家庭和学业变故之后 乔治才明白生命的意义 虽然看似渺茫 但对真实的生命体验来说 瞬间极是永恒 真挚的爱会赋予所有无聊的事足够的意义 懂得的人一眼就能看懂 此时此刻的你还不知道 但就像生命一样会终结那样 生命也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价值 其实看完这部电影 我不见也想起了一些自己认识的年轻朋友 巨大的升学和就业压力 常常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人事的沉浮和史料未及的变故 也常常轮番上演 那些做不完的作业和工作 常常会让疲惫的我们感到彷徨 真想某天摆脱眼前的这一切 我们的生活里总充斥着做不完的事情 我们也常常要经历许多艰难的日子 这一切真的有什么意义吗 其实我们谁都没有必要怀疑自己的存在 只是我们没办法用一个恒定的标准 来衡量生活的价值 而是要用自己的内心来理解这一切 可能我们都像乔治一样 需要一个契机 看透飘渺虚无的生活 发现真实的自我 描绘出那些属于自己生命本真的美好画面 找到自己所爱的人和事 才算不虚此行吧 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看完电影的你 也想起了自己那段彷徨失措的日子 也回忆起了那个激活你生命的人 或者还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讲讲你的故事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了